擒拿格斗是单兵徒手作战的一项重要技能 在训练中也大多是以男兵为主 但在第82集团军某合成旅的野外助训场上 一名齐儿短发的女兵却成为了格斗训练的主角 这位男兵眼中的女教头到底有着怎样的过硬绝招 我们一起到训练场去看一看 开始 这是第82集团军某合成旅防空营的格斗训练 勾拳侧串再来一个接腿摔 红方明显占据优势 如果不加提示 你能看得出她是一名女兵吗 张灵茜2014年入伍 是国家一级三打运动员 曾夺得过全国青少年武术三打比赛继军 山东省武术三打比赛亚军 因为当兵前我是一名三打运动员 就是希望来到部队能在一些战斗岗位上 体验一些不一样的军力生活 但是没想到给我丰沛到了通信保障单位 部队里没有平凡的岗位 只有不平凡的兵 很快张灵茜就找到了自己的用武之地 这次野外出训 旅里把格斗训练课目 作为提升官兵身体协调性和进展能力的一项重要科目 找来张灵茜担任格斗集训队的教练员 刚接到任务的时候心里还是挺慌的 一个女兵当男兵的教练员 估计大家心里都有很多不服 因为毕竟她是一个女兵 我们都在想 一个女兵的能力素质肯定没有我们强 女兵当男兵的格斗教练 这可不多见 果不其然 许多男兵对张灵茜的能力产生了质疑 于是她就想到了开展小比武的办法 亲自上台和男兵过招 在擂台上面 她一脚踹到了我的头部 我本以为她会乘胜追击 却没有想到她立马暂停了比赛 过来问我有没有事情 有没有受伤 通过这件事情之后 我们发现她不只是会组训 而且是一个懂得关心人 照顾人的女教练员 助训厂商 到处都能看到张灵茜为战友进行特训的身影 前不久 旅旅旅组织格斗比武大赛 张灵茜带领队员一举夺魁 训练间隙 张灵茜还会经常和战友们分享维和经历 交流比武经验 2016年12月 当了两年通讯兵的张灵茜 报名前往南苏丹执行维和任务 这份特殊的经历 也让她给自己树立了一个目标 从职业运动员到维和女兵 再到助训厂商的女教头 张灵茜的每一次转身 都是那样英姿萨爽 帅气逼人 毕竟我是一名女兵嘛 很多人都不能理解 为什么我要一头扎进南兵堆里 尤其是刚来这里的时候 这里海拔比较高 紫白线也比较高 没晒几天脸都爆皮了 但是当我看到她们 既怀疑又期盼的目光的时候 我决定咬牙坚持 因为我想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来 向大家证明 我们女兵不只是会唱歌会跳舞 同时也有血性和感当当的一面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